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八分电影 今天给大家介绍的电影是《诚实国度的爱丽丝》 青年惨遭毒手成为植物人 老婆砸锅卖铁扛其生活的重担 电影开始,疯狂加速的摩托车行驶在路上 女主来到心理咨询中心 但她姗姗来迟,咨询师对她说今天商谈结束 被女主揍了一顿,绑在椅子上 女主吃着蛋炒饭 一边为咨询师吃着不知名的生肉 两人开始交谈,但女主时不时地看着手表 女主讲述她16岁上高中 就取得了猪蒜、打字、会计各种证书 她的手十分灵巧,后来发现证书没有任何意义 依旧是个社会底层,她遭遇了社会的苦涩 学会了喝酒,经历了两性关系 他们两人很相爱,准备买房生孩子结婚 发现男主前言不搭后语地跟她说话 去看了医生了解到男主失聪 需要植入人工耳窝手术才得以康复 虽然价格很贵,但女主强烈支持男主手术 二不过女主只好乖乖做手术 做完手术的男主果然听得很清晰 便决定去海边旅行 由于工作的原因,男主的耳朵再次出现问题 手指头被夹断三根,女主不知道她老公的手指头放在她的口袋 错过了最好治疗的时机 男主很生气,对女主不理不睬 看见男主日渐消沉 女主觉得能让男主开心的事情就只有买房子了 精通速算的女主知道买房子就要每天赚到八万 她开始各种疯狂的工作 一天晚上,她看见有人在发卡片传单 回家之后就疯狂练习,也就练就了这个绝技 发现房价不断上涨,她只能贷款购房 住进新家的两个人很开心 男主费了九牛一毛安装窗帘杆 认真地洗了个澡 回到家,女主看见男主的信 知道男主不忍拖累她 便在窗栏杆上掉了 被女主及时救下,并没有死 但成了植物人 但医生建议让男主安乐死 哪里会舍得的女主只能更努力拼命地工作 房子也租了出去 事情发生了转机 女主所在的社区被国家征收开发 意味着会有补偿金 但是这个社区也有一部分不能被开发 咨询师和崔元氏为了开发的事情 煽动群众示威抗议 女主为了能得到补偿金 开始东奔西跑 开始收集联署签名 再收集到崔元氏家 她把自己的名字勾了下去 把签名册丢到地上 女主哪里知道 这个崔元氏是示威大队长 打了女主一拳 还把签名册全部撕掉 女主看到崔元氏的示威横幅 于是展示了她的丢卡片的技能 烧掉了示威横幅 可横幅顺着绳子 又连着煤气管道爆炸了 为了煽动群众 咨询师说崔元氏自焚了 还鼓励狂躁症的病人好好示威 这个病人在超市监控 发现女主收集签名 在女主骑摩托的路上埋伏 在擦肩而过的时候 突然抡起铁棍 插在摩托车的前轮 女主直接晕了过去 病人女主关在小黑屋里 用熨斗烫在女主的大腿上 并泼上冰水 问起崔元氏是不是被她杀死的 警告她不要再连署签名 病人的狂躁症发作 她把女主关进洗衣机 女主开始回忆 她跟男主谈恋爱的时光 向她倾诉苦涩的生活 转眼 女主被病人关了两个星期 只给了一块面包 试图协商没成功的女主 在面包中拿出附属的玩具卡片 发射到病人的眼睛里 想抓住女主的病人被女主截足先登 踢倒病人喝完的牛奶盒 触碰到木棍 直接扑过来插在病人的身体里 女主穿一件新衣服走出了小黑屋 可洗衣机里面一件排出全是血水的衣服 男主两个星期没人照顾 后背伸了褥窗 回到家的女主看见等着他的警察 问了关于崔元氏死亡的事情 女主都失口否认 原来女主为咨询师吃的不是生肉 而是河豚肉 自然界最强的毒 没有解药 咨询师披头散发口吐白沫 在女主给男主写信 一边切香肠吃 警察再一次来到他家 提到开发的事情威胁女主 这让他很不爽 像切香肠一样切断了警察的动脉 另外一个也不可能活着出去 两具尸体两滩血迹 只剩下抱着膝盖的女主在床上哭泣 女主没钱交医疗费 但他舍不得让男主安乐死 他穿过一个走廊 从黑暗走到光明 从狭窄走到宽阔 骑着摩托车带着男主驶向了大海的方向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